最近有很多人跟我说 健身有很多副作用 我其实还是蛮惊讶的 健身最大的副作用 不就是逐渐对异性不感兴趣这一条吗 怎么还会有很多呢 他说最近家餐多了 经常口干舌燥 用来知醒别人的尿也变黄了 甚至还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纹路 手里也起了不少硬块 上个月去体检 发现有很多指标都异常升高了 自己也看不懂 那么这集视频我给大家科普一下 这些健身的副作用都是怎么来的 应该怎么解决 哈喽大家好我是卓叔 这里是瘦子珍重的百科全书 这里我给大家介绍 五个最常见的健身副作用 我敢打赌站在健身的你 起码有遇到过两个以上 第一个健身副作用是 屁多且臭 放屁很正常啊 每个人都会放屁 但我们普通人放屁都比较文明 再怎么放都会自觉遵守 想屁不臭 臭屁不想这个大原则 但我们观察发现 那些练得比较好的肌肉男 一点儿原则都没有 放出来的屁又臭又香 哇我死里猫的 我们还发现 屁的浓度似乎和肌肉量 产生相关的关系 肌肉越大 屁味越浓 有位朋友或者自己毒害过的 都来弹幕集合一下 为什么健身的人 屁会又臭又香 量还多 这其实跟健身训练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主要是和我们的真鸡食谱有关 屁是怎么产生的 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一方面很多空气会随着食物被一同吞进消化道里 另一方面 我们肠子里的肠道菌群 会将食物残渣进行发酵 产生一些特殊的气体 这两者混合起来 伴随着肠胃的蠕动被运送到局部区域 最后听从了扩约机的指挥奔发了出来 这就产生了屁 而我们建设人群有个特点 对营养的需求量比一般人要大 在我们的食谱里 不仅平时吃得多 还会安排家餐 甚至一日六餐 进食量变大了 吞入的空气自然就更多了 而蒸汁食谱中肯定包含了大量的碳水 这些碳水主要都是由淀粉类的食物构成 淀粉的消化会让肠道气体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急剧上升 因此屁量也会明显的增多 而且气压增大 导致屁生燎量 声音大就算了 那为什么还会特别臭呢 屁的主要成分其实是无色无味的 包括氮气 氢气 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气体 但关键是 屁里还含有1%不到的硫化氢和银朵类气体 其中银朵类气体就包含了粪臭素 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 这是臭味的来源了 而我们的蒸汁食谱里 一定包含了大量的优蛋奶 蛋白质时机又生长了原料嘛 蛋白质的增加 会导致肠道菌群的发酵 作用明显增强 释放出更多的硫化氢和粪臭素 这就是为什么肌肉男的屁 味道会这么的感人 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有三个办法 第一 吃东西的时候细嚼慢咽 这样可以减少吞进去的空气 第二 少吃薯类豆类 这些容易产生气体的食物 第三 饭后吃点介味消食片 减少肠道内食物的滞留 减轻发酵作用 这样你的屁可能就没有那么多 也没有那么响了 但是味道嘛 那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我觉得蒸汽期间 皮味臭一点是没关系的 真的是个好事情 说明你这段时间的 蛋白质摄入很充足 蒸汽效果肯定不会差 反倒是如果你的屁 没有什么味道 那就要注意了 你最近是不是蛋白质 没有吃够啊 蒸汽效果可能是会受到影响的 第二个健身副作用 总是上火 有的人会觉得 上火这个概念很玄学 怎么就不见人家外国人上火呢 其实老外也会上火 只不过他们有别的描述 比如你跟国际友人Tony 一起去吃了炖重庆火锅 第二天嘴里都涨了几个泡 你妈跟你说这是上火了 给你买了凉茶拜拜火 喝了四五天之后果然就好了 而Tony他妈跟他说 这叫口腔溃疡 是因为在高温和辣椒素的刺激下 口腔粘膜和毛细血管受损了 细菌趁虚而入 形成的炎症反应 不用管了 Tony忍了一周没有管 这些泡自己也好了 都是同一件事 只不过说法不一样 那我们开始健身蒸肌之后 总是感觉到口干舌燥 尿液变黄 这些上火的现象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难道是加餐吃多了 蒸肌粉喝多了吗 其实最有可能的原因是 水喝少了 食物中的淀粉和蛋白质 想要消化吸收 都需要大量的水来进行水解 当我们蒸肌期间每天加餐 总摄入量变多 相应的水分需求也就更多了 但你又不爱喝水 中速神经就会收到信号 通过口干舌燥来提醒你多喝水 同时尿液也会因为缺水浓缩而变得更黄 分辨也会因为缺水干节而引起便秘 所以如果你不想上火 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喝热水 当然你想喝凉茶也行 喝哪款都无所谓 都是补充水分的好方法 除了喝水少以外 还有几种容易引起上火的饮食习惯 第一次蔬果和出粮吃得少 维生素B足不够用 就容易引起皮肤 口腔 咽喉的粘膜受损 引起爆豆和口脚炎 脏子纤维不够也容易引起便秘 第二次饭菜太重口味 口味太咸了 容易引起口腔局部的高渗透压 引发口腔炎症 第三次油渣食品和肥肉 如果不忌口的话 也容易导致身体出现炎症反应 总之大家看情况调整一下吧 第三个健身副作用 尿酸变高 有人在体检的时候 发现尿酸这项指标明显偏高了 就开始慌了 是不是蛋白质吃太多了呀 我还能不能喝蛋白粉呢 其实尿酸和蛋白质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主要是和飘零有关系 那飘零这种物质是吃出来了吗 也不是 飘零之后20%是从食物中获取的 这下80%都是身体自己代谢产生的 也叫内源性飘零 内源性飘零和蛋白质就更没什么关系了 但是和蒸肌训练有关 在负重训练的过程中 ATP不断的分解 就会产生线飘零 而同时肌纤维受损后 由于部分细胞核的分解 也会释放更多的飘零 身体里的飘零变高了 尿酸指标就会短暂性的升高 但对于我们肾功能健全的 普通人来说是没有关系的 这些尿酸都会随着尿液排出去的嘛 多喝热水就行了 留存在体内的尿酸 依然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的 不影响健康 但如果你在体检前的一天 恰好做了几组大重量深蹲 那么体检报告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看了 其实不仅仅是尿酸 高强度训练后进行体检 还会有很多指标出现异常 例如计算计美 尿蛋白等指标都会短暂升高 搞得医生和你都很紧张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误会 我建议大家在体检前 最好停练一周以上 一般来说体检报告就很好看了 如果停练了一周 体检指标还是有异常 那也不要自己乱拆 让医生帮你判断会比较好 如果你特别在意飘零或者尿酸相关的事情 平时可以在饮食方面 刻意避开大豆海鲜这些飘零含量高的食物 同时避开含果汤的甜品饮料 但蛋白质的摄入 鸡蛋牛奶乳腥蛋白 飘零含量都是非常低的 可以放心吃 第四个健身副作用 生长纹 很多人练出了一点效果 发现身上莫名其妙 浮现了很多这种纹路 这不是孕妇才有的妊娠纹吗 我明明没有怀孕啊 怎么也有妊娠纹呢 这种纹路叫做生长纹 其实和妊娠纹都是同一种东西 都是皮肤被撑大后留下的痕迹 当肌肉或者脂肪 或者其他东西膨胀的程度 超过了皮肤延展的限度时 那么真皮层内的弹性纤维 和胶原蛋白就会断裂 形成一条条不规则的带状纹路 学名也叫膨胀纹 生长纹就是这么来的 长肩于大腿 臀部 手臂内侧 胸肌外缘等位置 都是肌肉增长比较明显的地方 其实对于出现生长纹的同学 我应该说一声恭喜 因为这说明你的增肌效果太好了 皮肤都奔不住了 可喜可贺 但如果你不喜欢这些生长纹 有办法消除掉吗 其实很难 因为这是真皮层的弹性纤维 和胶原蛋白分子受损 而护肤品的分子量 只能够达到表皮层 是不起作用的 唯一有效的方法 可能就是通过激光 微镜磨皮 这些医美手段进行修复了 但价格通常也特别贵 所以我个人觉得 是没有必要去处理的 一般过个一两年 有的人可能几个月 生长纹就会自然消退变浅了 不用太纠结 而且这可是你增肌效果的勋章啊 难道不应该是个 发朋友圈装备的好素材吗 如果你开始健身之后 发现你对象经常不让你碰他了 其实不是他变心了 很可能只是你手上去剪子了 老剪磨到皮肤上的那种感觉 就像是用磨擦纸在刮叉一样 谁乐意啊 健身人士的剪子 一般都长在手指根部这个区域 因为在使用杠铃的时候 特别是大重量阴拉 杠铃杆会像这样把手掌这部分的皮肤严重挤压 而简直就是皮肤长期磨擦和压迫 导致脚是沉堆积而成的 所以练得越好 老解就越厚 其实只要戴手套训练 就能够有效避免手掌期间 如果你的工作对双手的要求比较高 例如按摩师或者是玩乐器的 那么最好戴手套训练 免得影响你的手感 有对象的也应该戴一下 如果你认为训练时的手感最重要 不习惯戴手套 也可以稍微改变一下杠铃的握法 我们不要把杠铃直接压在手指根部这块肉上 而是往上挪一点 用手指的第三小结构着杠铃 这样就能够巧妙地避开对皮肤的挤压 明显减少期间的情况 好的 健身最常见的副作用就这些 如果你还遇到其他副作用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会尝试给大家解答 那我们下期再见